哈嘍 大家好 我到了本週的安東語球教室 那今天要教大家一個 所有的球友都想要學習的 反手 反手過渡 反手切球 這是一個大漠王 那我們今天在教這個的時候呢 我們會先從腳的部分開始教 然後再來是手 然後再來是小技巧 那他腳的部分呢 你要先讓球在跟後面 所以是墊步 然後左腳 右腳 那時候你的身體喔 完全就是朝向腳臂 對 拿到腳臂 然後墊步回來 墊步 左腳有一點 然後讓球 右腳有一點 回來 反拍 切球的部分呢 他其實 你要把它切分為 就是 你是在 身體的前面打 還是 身體的後面打 那 我們都有學過 反拍的握拍 是 大拇指 大拇指頂上去 是反拍的握拍 然後所以很多人他在打 被動的時候 過度的時候 你也會想要大拇指頂上去 去打後面的球 那其實這個就是 一個錯誤的觀念 因為你大拇指頂上去的時候呢 其實 你可以繼續看 我轉身之後呢 我的拍面呢 是朝向場地外面 所以你其實要 要打直線 你的手腕會很不舒服 你要打對角線 幾乎是不可能 對 所以說 大拇指頂住的情況呢 只適用於 球是在你的 側面的前面 側面跟前面的時候呢 這樣打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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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拇指頂上去的時候 你才有辦法做出這些角度來 但是當球跑到你的 人的身體後面的時候呢 你必須要改變你的 握拍方式 好 像教練這樣 現在這樣 這是本來的 反拍的握拍方式 我要改變成 拍面是 拍面是朝向 正面的握拍方式 可不能再朝向外面 拍面要朝向 正面 OK 我們在握的時候呢 反拍的 在打被動的時候呢 你要握在 這個小的面 這個小鈴角的地方 這樣子握 好 你這樣握的時候呢 你的拍面才會是 在做 背對 網子的動作的時候 你的拍面才會是 朝向裡面的 好 這是 握拍的部分 打後場的動作呢 他分成就是 架拍 預備架拍 然後 收拍 好 然後再來就是 揮拍擊打 那揮拍擊打是關鍵 預備 預備 握拍 握拍擊打是關鍵 你要用手肘 抬手肘 去帶動 你的拍子往上延伸 好 開始往上延伸 這樣子 好 然後呢 你這個拍子上去之後呢 你去看你的拍面 看你 就是 控制你的拍面 是正面的 還是斜面 那正面就是 正面的話就會是長球 那如果是斜面的話就會是 變成切球 好 所以我們在這個 手肘抬的時候 記得用這邊 手腕這邊去控制你的肥力 好 對 然後另外一個重點就是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注意到 我的右腳的部分 在做這個斜下的時候呢 我的右腳的彎曲 我們把重心放到很穩 再來做手上的發力 這樣子 要用你的下半身去扶住手上的發力 好 本週的安東語球的教室 就會找到這邊 如果你喜歡這支影片 然後發現這個交法 給你有幫助的話呢 歡迎按讚 安東語球教練的粉絲專頁 以及我們好朋友的粉絲專頁 語球密碼 好 謝謝您收看